联合国安理会在俄罗斯代表团的要求下 就俄方指出的在乌克兰发现美国资助的军事生物实验室问题召开临时公开会 美国代表否认俄方指控 辩称俄罗斯传播虚假信息 中国代表在会上发言表示 中国高度重视生物安全问题 敦促相关方切实履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义务 做出全面澄清 并接受多边核查 中国代表强调 当务之急还是要加大外交努力 缓和紧张局势 推动乌克兰问题 尽快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